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持续多时的突变加剧中共内部分裂 红三代叶大英就大陆杂志刊发发烧子的人专访被封杀 在微博上公开批评中共删帖制造白色恐怖 随后他又不点名批评中共内部有奸臣 有分析认为这位红三代所指的奸臣应该是王沪宁 3月10日大陆人物杂志刊发专访急诊科主任爱芬的文章 发烧子的人揭露中共当局要求中心医员医生不能向外透露真实情况 并训诫了发烧子的人爱芬医生 该文发表后不久就被中共当局删除 但中共再次压制言论的行为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他们用不同的文字的版本将发烧子的人发到网上 同时群起而炮轰中共 红三代的叶大英也难掩愤怒加入了炮轰的行列 叶大英是中共军队创始人之一叶挺的孙子 叶挺次子叶正明的儿子 叶大英3月11日在微博上批中共删帖是要制造白色恐怖 叶大英说 这些网管部门的人不就想想 一个连医生讲真话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体制 一个只允许歌功颂德的社会 还有什么幸福指数可言呢 不过叶大英该贴随后也被删除 3月12日 叶大英又在微博上说 相信党内绝对有奸臣 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舆论实行恶意删帖 他还说 中共的这种删帖行为 被避离了所谓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 给中共造成巨大损失 有时政评论员认为 叶大英上述两个贴子 都在按批主管中共文宣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指他利用权力删帖是党内奸臣 但分析指 其实叶大英的贴子都是意在保中共政权 攻击王沪宁只是中共党内斗争 这显示持续多时的突变 已造成中共内部 以及红后代之间再次高度分裂 为了缓解近日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 美联储3月12日宣布了一项大胆的新举措 将在12日当天以及13日投放合共1.5万亿美元的资金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 这是美联储本周第三次介入金融市场 受此刺激 美国股票13日开盘飙涨 道琼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在3月12日周四 创下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惨跌幅 纽约联储随即宣布将在周四当天进行5000亿美元的三个月期回购操作 周五将再进行5000亿美元的三个月期回购操作 以及5000亿美元的一个月期回购操作 由此计算 两天内纽约联储累计紧急投放至少1.5万亿美元流动性 5000亿美元的三个月期和一个月期回购操作 将在本月剩余的时间中每周进行一次 除此之外 纽约联储将继续提供至少1750亿美元的日夜隔夜回购操作 并每周两次提供至少450亿美元的两周定期回购操作 另外 纽约联储扩大了其每月600亿美元的购债范围 该项购买计划从2020年3月13日开始 持续到2020年4月13日 纽约联储将购买一系列期限债券 同时将购买范围从此前的仅限于国库券 扩大至票据通胀保值债券 浮动利率票据等其他工具 市场一直在等待美联储的行动 美联储上周进行了一次降息 但并未平息人们的担忧 另据路透社报道 川普11日紧急召集财经金融专家商讨救市 并听取专业看法 推出一连串财政刺激方案救市 包括减税 带薪家庭价 以及对小企业的援助 川普的救援计划有部分将需要国会的批准 受美联储救市消息刺激 美国股市13日早盘飙涨 道琼工业指数盘出及跳涨超1300点 涨幅达6.3% 同时标普500指数跳涨6.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涨6.2%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美国时间12日晚间进行电话会谈 安倍表示 日本会朝着举办东京奥运的方向迈进 川普总统也盛赞东京奥运场馆雄伟壮观 川普总统曾于12日早些时候表示 他认为东京奥运或许推迟一年再举办会比较好 据报道 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进行了大约50分钟的电话会谈 两人针对目前的全球形势加以分析 并针对今后的对策进行意见交换 对于是否影响到东京奥运的举办 安倍向川普表示 会努力办好东京奥运 对此川普说 日本具有透明性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并盛赞东京奥运场馆雄伟壮观 川普与安倍两人一致同意要持续合作 川普12日早些时候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无法想象奥运没有观众 有可能的话或许他们可以延一年 对此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菅义伟 在内阁会议后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国际社会需要团结日美两国领袖 进行意见沟通颇具异议 当记者问到 川普是否有对安倍提出 东京奥运年期的建议 菅义伟说 我在一旁时没有听到 记者提问举办无关重的 东京奥运的可能性时 菅义伟答说 没想过这种事 政府将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 东京都政府密切合作 以期让东京奥运如期举办 这想法从未改变 3月12日 2020年东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 在古代奥运会发源地 希腊奥林匹亚举行 圣火传递将在希腊国内启动 之后圣火会在20日到达日本 在全日本巡回传递之后 于7月24日在东京奥运会主场日本国立竞技场 点燃圣火台 中国最大的网络电商平台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近日向正面临着口罩荒的日本及韩国 各捐赠了100万个口罩 然而此举却意外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据日媒报道 日本近日面临着口罩短缺 马云允诺向日本捐赠口罩100万个 其中有1.3万个口罩近日抵达了山梨县 山梨县政府将通过县医生会等机构 将口罩分发给各个医疗机构 根据开箱后的发现 这些口罩是韩国政府认证的KF94口罩 防御功能与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署认证的N95口罩相近 装口罩的箱子上也有韩文的标示着 保鲜用口罩KF94 因此被认为是韩国制的口罩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 9日北海道政府收到马云捐赠的一个骗口罩 获得马云捐赠口罩的日本县市 还包括金刚线获得2万个口罩 以及东京都10万个口罩等 不过韩国的韩联社则指出 马云送给日本的口罩是韩国制造的 韩国同样正面临着口罩荒 韩国制的口罩却经由中国捐给日本 实在很不恰当 韩国民众也在质疑 在韩国国内都买不到KF94 为什么能透过中国渠道捐赠日本 在政府发布口罩限制出口令前 不知有多少流出韩国 而几乎与此同时 韩国方面也收到了马云捐赠的100万个口罩 并计划从3月12日开始 陆续分发到韩国各地的医疗团队和弱势群体手中 为什么大韩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从当日上午开始在人穿物流仓库进行地区分解工作 在此过程中 有记者发现一些口罩包装箱上印有日文品牌商标 在马云捐赠的口罩中 有一部分日本卫生用品制造商交连生产的超快式品牌口罩 红十字会则表示 在马云向韩国捐赠的100万个口罩中 38%是日本产品 48%是中国产品 14%是美国产品 为何会向韩国捐日本口罩 向日本捐韩国口罩 马云方面暂时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签署了一项法案 将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 包括华为在内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和设备 然而华为警告 美国此举会严重伤害偏远地区的消费者而非华为 川普周四签署法案禁止美国电信业者使用联邦资金 购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产品与设备 这些公司包含华为与中心 这项法案也包含提供10亿美元资金 协助美国的小型通讯业者更换华为与中心的设备 这项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去年在美国众议院通过 参议院今年2月也通过了该法 美国政府将中国通讯设备公司视为国安威胁 并在过去一年多来试图说服其他盟国 在建设5G网络的过程中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 华为与中心都否认他们透过通讯设备进行间谍行动 该法案具体内容包含 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补贴美国电信业者 向不可信供货商购买的电信设备或服务 创立一项计划补贴用户不到200万的电信供货商 协助电信业者更换中心或华为的设备 以及为小型电信供货商建立讯息共享制度 此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已经投票禁止 美国电信用者运用政府的补贴 来购买华为与中心的设备 而该法案主要影响到小型与偏远地区的电信业者 因为大部分的大型美国电信业者 并不使用华为或中心的设备 华为驻美发言人莫里希表示 这个法案显示美国政府试图以不切实际的做法 去修正一个未遭破坏的系统 而这么做只会伤害当地的消费者 莫里希说这项法案目前仍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 各界也预期这项法案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推行 这么做也只会增加华为顾客必须承担的风险 大部分华为服务的客人都位于美国电信设备最不足的区域 电商时代来临 上网购物早已成为了民众的日常 台湾学者近日指出 电子商务很可能成为对抗中共极权主义的突破口 因为中共设下种种门槛 让其电商赚得太多 早已惹怒了其他经济体 据中央社报道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 3月12日指出 过去其他国家指责中共不人道 没有人权观念 这对中国这种极权体制的国家来说 指控是不痛不痒 但因中共在电子商务的不公平竞争 伤害到了多数国家的利益 使得其他国家得以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 在此议题上成为抗共战友 电子商务意外成为对抗中共的突破口 让其他国家看到中共极权体制的嘴脸 朱敬一表示 阿里巴巴淘宝等中国电商网站 不止民众耳熟能详 甚至不少人已经买到想剁手 然而外国人是开心网购的同时 却未想到大笔的消费金额流向中共 其实是顾公平竞争之下的不义之才 他说 中国电子商务成长幅度惊人 关键在于其他国家可以在中国电商大肆消费 但中共并未对其他国家给予同等回馈 甚至设下重重门槛 形同阻断国内消费财经 由电商平台流往他国 他举例说 若中国上海的民众 想要上网透过台湾的PC Home 美国Ebay 日本乐天 巴西 Americanos购物 因为网路封锁的限制 每次点选平均要等待超过120秒 长时间的等待让人丧失耐心 相较之下 如果从美国纽约上网 至台湾PC Home购物 每次点选只需要0.88秒 日本乐天只需要2.57秒 且在其他国家购物网站最长需要时间 基本上不超过5秒 朱金一认为 中共长期使出偷知识产权 政府补贴 走后门 及在国际组织上 卡位等阴招 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好处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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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